哈喽大家好啊 最近刷视频看别人吃这个潮汕牛火锅 正好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北京新开的潮汕牛火锅店 今天呢就来试试到底怎么样 这家店在北京望京 门脸呢就有一个饮料铺 好像是他家的特色手打柠檬茶 并且里边还有一个切肉煎 从门口啊就能看到他们这个切肉的过程 好废话不多说啊直接点菜 锅底来一个猪肚鸡饱 然后牛肉的话呢一个现切血块 一个五花纸 胸口捞应该就是牛胸口 再来一个吊龙 来个鲜牛舌 再来一个手打生丸 潮汕炸腹皮 行可以上砂锅 弄的肚骨鸡饱 调料的话他家也是很丰富啊 我让服务员直接帮我调了一个沙茶酱的配料 又调了一碗酱油的配料 据说潮汕牛肉火锅 沾这俩配料特别合适 这个是那个酱油的酱油的 然后这个是沙茶酱的 OK 开锅了 真香啊 它这个鸡汤 都熬白了 先来一勺鸡汤尝 哇 这鸡汤非常的鲜亮 而且味道浓郁啊 不是那种白不思列的 它调味是那种咸鲜 然后有点胡椒的香 咱们先涮肉啊 首先就是这个胸口刀 就是牛胸口 这个呀 多涮会得 直接先下进去一半 让它孤独的 然后就是先尝尝它这个吊龙 吊龙烫个十来秒就行 直接全给它搁这个大钞里 一趟 我怎么感觉点这些 我一个人吃 刚刚好 我先吃了啊 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我这么吃太爽了 只一盘啊 先试试最有名的沙茶酱 这么痛 好嫩啊 这个 这朝鲜火锅啊 它之所以受欢迎 有名 不光你是肉好 锅鸡好 但这个沙茶酱 有点好 我看市民间吃 传死我了 我绝对北京 一种非朝鲜地区 吃不着正宗的朝鲜火锅 那是过了大瘾了 有时候啊 吃这个东西 你自己可能吃不觉得好吃 一旦你看别人吃 你看馋了 然后再去吃 那那个体验完全不一样 我这么吃就真的看着手 这是它这个酱油料 嗯 也挺好吃的 但感觉没有这沙茶酱经典 手打柠檬菜 这个是牛雪花啊 应该也是牛肉中 最极品的部位 红里透白 肥瘦相间 这次呢 我别先弄那么多了 我先来几片 搁这超里里边 省得倒要一涮呀 找不着了 先来半盘 一趟就手啊 这个这雪花呢 这不比什么澳洲和牛 看着得劲 一涮一烫一变闪就捞 哇 哎呀妈 太爽了 哇 参加这沙茶酱 我在北京 其实之前也吃过 类似那种潮汕火锅啊 那沙茶酱 跟那比 那个东西好久没吃了 不是吹呀 这沙茶酱调的太好吃了 我可以里边还有鸡肉 我点的是鸡饱吗 这鸡肉应该也不错 这是那个胸口捞 然后牛胸口 来鸡吃 其他再给它个锅里咕噜咕噜 大雪花 牛胸口的话就蘸它这个 荔枝鲜酱油了 要么可能会腻 用鸡肉口看着跟肥肉似的吃饱了 其实 并没有那种肥肉肥腻的感觉 而是筋道的 吃你嘴里的感觉是爽脆不腻 尤其是配上它这个酱油汁 这俩汁的区别在于什么啊 这个吃着香 这个吃着爽口解腻 根据不同的这个肉啊 根据这个口味 想蘸什么蘸什么 所以你们用口这么一口接一口的吃 完全不会觉得腻 嗯 上次看的电视潮汕声音 这次吃这个潮汕牛肉火锅 每次吃我都发自肺腑的觉得 那广东人是真会吃 这个是鲜牛舌啊 牛舌依然啊 喝锅里烫个15秒 嗯 蘸酱好吃 而且牛舌的口感好弹啊 可能因为新鲜的原果啊 吃进嘴里咯吱咯吱的这口感 哇 这个牛舌的口感真的绝了 它漆的这个片的薄透刚刚好啊 然后这个手打牛丸 我也给他先下了吧 这个你一会就别点了 我四个你四个 我八个吃不了 我先下脸啊 我先尝尝 来一片潮汕特色炸腹 再烫一下就行了 蘸沙沙酱 吃完它这个肉啊 感觉一切都是浮云 这个是五花纸 我看人视频吃这晚上吃可香了 我也先来半盘 这肉切的 哎呦 真鲜 可惜不会像视频里 人家当地 刚摆完那牛肉 它那个肉还在跳动 这毕竟不是在当地吃啊 能有这品质我已经很知足了 这要有人没吃过朝鲜牛肉骨的 我真的是太推荐去当地尝 这要是没吃过 这辈子我跟你说 都是有遗憾 一定要去那种当地 现杀 现切 现弄的这种店 越正宗越好 这在北京已经算我吃的最正宗的 嗯 这个五花纸 一定不能算时间长了 10到15秒最多了 吃你嘴里 确实是那种牛肉带脆的口感 那牛肉那纤维在嘴中 炸开的感觉 有能get到 但不是爆脆的啊 是有点脆 真不错 最后呢 就是它这个 牛肉丸啊 捞出来 蘸点沙沙剑 哦 石神里的那个太好吃了 一家也不夸张 这个就是那种感觉 牛肉味 特别的浓郁 巨像鲁鱼 表现是很小的馋坏 赶索做骨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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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超上火锅啊 最大的特点就是鲜 这个鲜呢 既代表了味道鲜美 同时呢 也是品质新鲜的意思 但是说实话 在非朝鲜地区 想吃到特别鲜 现宰 现沙 现切的牛肉火锅很难 这家店 你跟他吃的时候 跟服务员聊了两句 据说呀 他们家是从大兴的屠宰掌 当天宰杀 冷链到店 最多四个小时 其实也是相当相当的鲜 但还是推荐有条件的兄弟们 去当地尝尝 我觉得这个超晒牛肉锅啊 作为一生中必吃的美食 绝对不含糊 OK啊 今天真是吃爽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希望的话 就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